这是一个硬钞鸡 为啥叫它硬钞鸡呢 因为它凶狠无比 拿着它去斗鸡 可谓是百战百胜 谁要是得到它 那谁就是斗鸡界的王者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庄里 光棍来福和小美是青梅竹马 但小美的母亲狮子大开口 动不动就要一万块彩礼 在那个年代 一万抵得上现在的好几十万了 这放牛的来福 就算把牛羊卖了 也才能卖个两三千啊 这一天 隔壁村卖西瓜的老王 托人找到小美的母亲 并告诉她 很快就可以凑够一万彩礼 见钱眼开的小美母亲 立马答应了她 眼看心爱的小美 就要嫁给别人了 来福也是无比郁闷 这一天 她在野外放牛时 突然出现一只大公鸡 对着她的盒饭就啄了起来 来福看到这一公鸡后 两眼放光 想着把她待回去 给小美的老爸下酒去 就在回家的路上 她遇到了小美的大舅 话说这大舅 可是一个斗鸡迷 现在正提着自己的斗鸡 去参加比赛 就在两只鸡 四目相对那一刻 来福的公鸡 看到小美大舅的斗鸡 瞬间就来劲了 挣脱来福就干了过去 这公鸡真猛啊 就连这大舅都被干倒在地 但这公鸡还不放过他们 冲过去就要继续干 大舅当场就明白 这一鸡可不是普通的鸡 这可是战斗鸡中的战斗鸡啊 当场就给了来福十块大羊 买下了这只战斗鸡 来福这个傻脑袋 根本就不懂行 她以为自己捡到个大便宜 随后 拿着十块大羊买了猪肉 提着猪肉来到小美家 小美母亲顿时感觉不对 小美大舅平时抠得很 这次攒那么大方 花十块钱买一只鸡 随后 拿着来福来到大舅家门口 发现这里聚集了一群斗鸡客 推开大门后 看到大舅斗鸡赢了不少大羊 此时正悄咪咪的在数大羊 小美母亲眼红了 冲过去就抢走了这只战斗鸡 这鸡他们不卖了 把这十大羊买的猪肉给大舅后 两人提着鸡就回家了 大舅也是没有一点办法 小美她母亲可是出了名的泼辣呀 小美告诉来福 她们同意让她嫁给来福 但首先要拿这只战斗鸡去赚大羊 小美母亲为了让来福了解斗鸡规则 把小美大舅请来做军师 随后大舅向各地的同行发起战书 全部人集合在村头 大舅在这介绍着这鸡有多猛 此时一个斗鸡客提出挑战 并说道 他的鸡也是战斗鸡中的战斗鸡 他不想赌小的 要赶就赶大的 说最少一千五来不来 大舅听到后觉得赌得有点大了 况且他们也只带了五百大羊 斗鸡客健壮 没票子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所有大家纷纷地离开 这时 来福把自己的牛给拉了过来 为了取到小美 他豁出去了 很快 比赛开始了 这来福的鸡果然厉害 分分钟就把对方的白鸡给干倒在地 这可把来福和小美一家乐坏了 轻轻松松斗场鸡就得到了一千五 还种啥地呀 斗鸡帮他赢到了一千五百大羊 所以来福给他取了个名字 嗯 就叫印钞鸡吧 现在有了这印钞鸡 来福就可以轻松赚到一万大羊 到时候就可以迎娶小美回家了 来福一边训练印钞鸡 一边带他去参加比赛赚大羊 这鸡也是真的猛 参加了十几次比赛 四次都轻松一下 在印钞鸡的努力下 来福终于赚到了一万大羊 他将大羊夹到小美母亲手上 母亲也告诉他俩 再过段时间你俩就可以成亲了 得到印钞鸡的来福也不放牛了 整天就带着鸡上街溜达 一旦看到有斗鸡比赛就拿去参加 可好巧不巧派出所带人来检查了 因为斗鸡属于赌大羊 把所有人都抓了回去 幸好来福带着鸡逃了出来 带着小美就往前跑 警察也是穷追不舍 两人无处操生 只好躲进了老王的西窝滩内 老王并不想帮来福 但又特别喜欢小美 在小美的软磨硬泡下 最终两人夺过了一截 经过这一次风波后 来福决定给印钞鸡放几天假 闲得慌的来福带着小美去到河边放牛 印钞鸡则交给小美父亲照料 父亲这边买了几斤猪头肉 印钞鸡也是不客气 一鸡一人足足吃下了好几斤肉 才吃完没多久 小美父亲就闹肚子了 原来他贪便宜 买的是发霉的肉 印钞鸡也吃了这肉 果然战斗鸡瞬间变成了呆鸡 来福急忙跑去镇上给鸡买了药 幸好这印钞鸡抢救回来了 不过他之前摔在河边的牛壳就惨了 夜晚河水大涨 活胜胜地把牛给淹没了 这傻小子也是第二天才想起来 原来自己的牛还在河里 哎 牛之大 一锅炖不下 除非炖两锅 小美一家吃上了美味的牛肉 也不知来福此时此刻心情如何 来福也因此没有后路了 必须把印钞鸡继续搬出来比赛才行 这样才能赚够取小美的大洋 印钞鸡仗着强壮的鸡肉 他说第二 没有鸡敢说第一 很多斗鸡客都因他倾家荡产 第二天 大舅为了自己赚点钱娶老婆 于是借走了来福的鸡 但刚回家 这印钞鸡就自己跑了 这可把全家鸡坏了 联盟一家出动寻找印钞鸡 最后发现 印钞鸡正在和一只土鸡搞恋爱 小美母亲还在那傻笑 大舅看到后气不打一处来 印钞鸡这下是变成打印鸡了 斗鸡一旦动情 就会整天想着谈恋爱 哪里还会有心思战斗啊 果然如大舅所料 印钞鸡回去整天郁梦寡欢 小美父亲则表示 印钞鸡拼命地打仗 成全了来福和小美 到头来 自己却还是个单身鸡 随后 几人决定为印钞鸡找一个对象 这群人为了一只鸡的幸福 在各种惊挑戏群下 给这个叫印钞鸡的斗鸡 选了一只卢花母鸡 在鸡足眼里 这卢花鸡 肯定是那种绝世美人 但这印钞鸡痴情得很 看不上这卢花鸡 一直在那迷恋着土母鸡 但好巧不巧 那土鸡正是老王家的 老王因为小美的事情 一直对来福耿耿于怀 花多少钱都誓死不交出土鸡 嫁给来福的印钞鸡 没办法 小美又约出老王 经过一番软磨硬炮后 老王最终还是同意土鸡 嫁给印钞鸡 正当小美和来福回家报喜时 没想到的是 大舅已经把印钞鸡给淹了 印钞鸡这个超级战斗鸡 帮助来福装到那么多大羊 如今却落得公公的下场 顿时火冒三丈 见谁着谁 就算见到自己心爱的土鸡 那也是一嘴足过去 另一边 小美的母亲拿到印钞鸡 以来的大羊 居然跑去打麻将了 大战几天几天后 那是输的一个金光 来福也是一肚子的委屈 这印钞鸡辛辛苦苦赚钱 变成公公也就算了 到头来还白痘一场 小美父亲劝告来福 以后安安稳稳的和小美生活 不要再去斗鸡了 过几天你俩就半久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几天后 来福和小美终于结婚了 亲亲戚戚好事热闹 两人正要拜天地时 老王拿着一万大羊走了出来 提出要和来福斗一场鸡 赢了 大羊就是来福的 输了 小美就是老王的 来福看到心动了 和小美商量了一番后 小美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 来福也不顾小美父亲的劝告 执意要斗一场 为了赢下比赛 大舅拿出一瓶大力药水 给印钞机喝了下去 比赛时 喝下大力药水的印钞机 分分钟把老王的斗机给拿下 本以为得到了一万大羊的来福 却发现小美离开了这里 原来是小美觉得 她居然拿自己做赌注 忽然离开了来福 得到了大羊 却失去了她 得知消息后 来福晕倒在地 床上 小美母亲给来福喝下水 但却搞错了 拿的是大舅给印钞机 喝的大力水 这来福也是够悲催的 喝完脑子就嗅痘了 小美得到消息 赶了回来 但这个来福 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来福了 整天就只知道 抱着印钞机傻笑 唉 烂赌的悲剧 作为一部喜剧 某些地方的包袱 抖得略有些刻意 但是此片做到了主题的最后升华 真是难能可贵的 斗机让这一家人陷入赌博的漩涡 最终来福吃颠成风 很具有讽刺意义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到这 我是香兰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